你好,我是Miko R,我在这个美发行业已经做了三十五年了 我第一间发廊是在黄沙玛珠 我开第一间铺的理念是 因为以前的发廊全部都是黑色的镜子 铺上了很多帖子 但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大家都不知道我发廊里面有什么产品推销 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衣服,我们的室内设计 所以全部都没有人欣赏 所以就算我怎么辛苦也好 我都坚持要那个镜子全部是透明的 正式开吓的不是我头发师傅 是一个不造型师 两个可以说是我的恩师 因为这两个是我的恩人 Vit de Gaulle 和 Christian 刚刚你要学展头发的时候 那个过程好像你爬山,跑健身 比10倍更辛苦 因为那些是一天之间的解决 但是你这个努力做头发是因为 你要用很多年的时间 我试过做一个秀 我浪费了百多粒的假头发 浪费了很多的原料 到最后才成功 这些就是很心酸的东西 我可以说压力到我开车飙眼水 我经常跟我家人说我很辛苦 但是他们没有感受到我的辛苦 因为一个人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辛苦也好 我们出来就要给别人一种喜乐 不可以面臭臭给别人看 这些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最基本的一个 很 humble 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 我开店也是没有钱的 但是做生意有时候 真的要多多少淡量 我跟产办公司说 我希望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一个很好的品牌 以前我在广山玉珠找到钱 就上来XB做 就有时候想跳过这个框框 我去转型 就在XB做 我以前在广山玉珠没有停 因为我来XB那时候 我每天吃蛋 我帮我老婆说 老婆今天我一个钱都没有赚到 我老婆鼓励我 可以的老公 你可以的 其实真的要多谢我老婆 我老婆给我一个鼓励 其实我已经输了 开6楼那时候 空了 因为以前我找到钱 太嬌慕了 但是找到第一痛金 真的要好好去计划 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做 不要迷失了 这种东西 要不然我真的 真的 我开过很平稳 很没担忧的生活 就是我不会去 去捉迷这个时机 无论是剪头发也好 无论是做show也好 做生意也好 其实那个方向 和balancing 和做人平衡是很重要的 我最心痛的就是 我没有和我的儿女 我没有享受到我的儿女的童年成长 当然我都可以做回头发 因为做头发是我的中心的生意 因为我这一生人 我付出的都是在头发 我根本其他生意 我是投资 根本都没有付出 所以人来说头发的东西 我已经可以说是 我摸一摸这个心 我就知道这一粒心是多少好心 所以这个是 我一定要尽量会热利而好 在这个发型界里面付出 真的要好像中一波士 用心用力 是很用心 不是说今天淋花天 没有淋花 是真是很用心去做 才可以去到那个level 我倒是 但是那个人 我连死了 我都没有试过了 我都没有试过了 我都没有试过了